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即場教導資問必答的環節 這兩隻的嘉賓都是Rafi 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黃偉豪先生 為大家解答問題 Rafi早安 歡迎各位觀眾 踴躍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講一次電話號碼 28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跟Rafi先跟進市況 看到內地今天都是低開的 上市指數最新在2786點 跌近10點 滬深300指數跌15點 是在3093點 搖深淨城指跌58點 12345點 轉看來港股 恆指跌接近1% 最新是在22512點 跌213點 剛才的低位還見過22493點 看看國企指數 現在跌167點 12588點 跌幅有1.3% 成交額暫時有140億 期指高水15點 22527點 跌279點 成交量有21000多張 再次呼籲一下 來到問答環節 大家踴躍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再次電話號碼 28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Rafi不如我們先聽方小姐的電話 喂 早晨 早晨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看看1211發生 我沒有買它 比亞迪 我想什麼時候買它 我沒有選擇買它 其實你自己為何會選擇比亞迪去買 你想想 為何要選擇比亞迪呢 有沒有做過研究 我覺得這隻股的新科真的很快 我升得很快 其實它之前也跌得很急 Rafi 現價買買得過 現在升近五仙的 是做25.45 如果你說比亞迪方面 一隻就是汽車股 如果你說炒這個版塊 如果真的看好這個版塊 我都會覺得如果要選擇 都未必選擇比亞迪 因為正如 都會覺得有點出奇 為何我會選擇比亞迪呢 當然它上落都比較快 波濃性比較高 可能都適合炒味比較濃的汽車股 但雖然來說 你說實際基本因素上 或者前景上看 比亞迪的確不算看得非常好 基本上來說暫時以之前炒得 可能早兩年炒得這麼高的價位 全靠新能源汽車 或者股神入股的效應 但你看到今年來說 就照去年開始 其實到現在 都是不斷去沉底 不斷去沉下去 當然大家都看到 新能源汽車方面 其實暫時在中國來說 你說是否技術上落後 其實未必是 但只不過周圍的配套 或者所有覆蓋的沉面 始終未能夠完全被市場接受 或者是非常好 所以令到比亞迪不斷出的 一些汽車銷售的數據 或者是消售量來說 近幾次都會不斷比較差一點 只不過近期來說 隨著回歸A股 發A股方面的 稍微理好的支持之下 炒過一陣 但這些又再回軟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如果這一隻真的要做過 無論短線也好 或者中長線也好 也不太建議考慮這隻汽車版塊 但如果家庭觀眾都真的想 不妨留意一點點價位 但相對這隻 我覺得風險比較大一點 如果要定的都一定要定指示位 如果真的要上車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看看 今天能不能夠站穩一條50天線 如果真的站不穩的時候 可以將買入價移到24元左右的價位 才會考慮小注意的吸引 但相反如果一穿之前 大概這個位置 大概22元左右的區間 就要先行做回歸A股 因為這個比較 短近7至8個的日子 都會在這個價位作為徘徊 如果穿在這個價位的時候 我覺得下市的幅度更加大 所以先是保持這個價位 做回風險管理的位置 但如果你說這個位置 24元上車的時候 先先上什麼價位的話 短線來說 只要看回6月底的高位 大概28元的價位 上下會定位置才做 方小姐 好嗎?明不明? 是的 我聽了 我想買33339龍宮 買了貨還沒有?3339 我想什麼價錢買? 什麼價錢買? 由低位反彈了不少上來 由低位3.58 跨轉升了不少上來 現價還可否買入 會不會現在受罪於什麼天線? 如果你說333龍宮方面 正如你這樣說 說得對 前陣子來說 都隨著它 或者中聯儲科等等 一眾 叫做儲蓮機械股 或者叫保障房相關股分 乘著一些中央方面 都叫做放風保障房的 一些融資問題 或者進程都加快之後 都會推升上來 但你看近期 又有稍微回軟 短期來說 那個消息已經炒舊 或者炒過龍 因為你看過消息一出的時候 相對來說 由低位3.5元左右 3.6元這些區間 一升已經升到最高4.6元 短線這麼快升了1元的時候 這幾天的回軟 都叫正常現象 即是升後一個回肚 正常現象說得對 看整個走勢來說 都會見到 暫時都見到受制於50天線 你會見到連續幾天 都會壓著50天線 未必能夠升得破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要買的 都是等真正能夠站穩 50天線樓上 才考慮好一點 因為現階段 都怕再升不破的時候 再反覆下去的時候 有機會試20天線 才有支持 方氏就可以留意Wafi的建議 亦多謝你的電話 Wafi再聽另外一個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是雲小姐 黃小姐 想問是股份 我是 我想問一問 我想買至高 什麼價錢可以買呢 或者 它為什麼跌得這麼低 這隻股好不好 好啊 先幫你分析一下前景 其實至高急射了下來 現價都在低位培回 現價做了5.8元 今天又再跌3.3%下來 我問一下Wafi的意見 至高方面怎樣看呢 至高方面 你說早幾天 上個月未開始 叫急射下來 當然是受過刑警方面的拖累 當然都會見到 他們都預期到 最近半年的業績 叫做有個案件很明顯的倒退 當中的主因 當然是補貼的問題 剛剛6月1號來講 就已經完結了 還有你看到 頭半年雖然有個補貼 但你見到頭半年斬開兩月 即是第一季或第二季 其實第二季的補貼額 額度都較第一季大幅減少了很多 第二季都叫百多元至二百多元的補貼 每一部機 但第一季都有三百多至八百元的區間 所以大幅減少之下 都會令到整體壓力的確大了 令到預期到 遲些推出的半年也不會太好 所以跌了這麼多 但你說現階段 潛水都要搏反彈或點名的話 某程度上 前景上當然你看到冷氣的需求 都仍然叫持續性惠惠 而且都會見到 雖然頭半年有營景 但都會見到 慢慢有個提價 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 所以可以叫前景來講 未至於看得非常好之下 但也不會至於看得非常差 我覺得某程度上也算是中性一點 如果真的要考慮的話 的確叫跌了這麼多 短線不能夠反彈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叫小柱的薄法反彈 因為你看到 這兩天大音捉落後 你見到之後 都很快就回到小柱的位置 也有少許的承托力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搏 現階段這個校位 都可以叫做小柱上車 但來說 這樣也要定下兩個 明顯一點的下一個 看看支持者會不會穿回 因為你會見到 早幾天的跌來五毛三指 也跟早前大概二月頭的時候 一個低位也叫剛剛二十五毛三指的區間 我覺得這兩次的區間 都去到這個時候 都有反彈 意味著這個位 預期的支持者也有 但相反如果一穿回這次的位置 下次的幅度可能會更加大 所以我們要立即現階段上車 先放回五毛三指的區間 短線先上網大概六毛六至六毛八 黃師先生是否想問到另外一隻 是的 我想問港交數 300元 我本身都有貨 但我想再吸入一些 即是我有管錢 即是甚麼時間可以 即是再買多一柱 再買多兩三柱也可以 好 166.4元 現價 正在下跌1.1元 那甚麼價位可以再加多次貨 如果你想加注的話 我覺得預期 因為大市仍然有過少許的 可能要反覆一點 我覺得 港交所也有機會 再下市多些低位 那我先撐回廿天線 看看來到這些位置 除了廿天線 亦都是這個比較少少的上升利口的低位 那我先看回164元 如果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可以叫先行加大一柱 那相對來說 我覺得那個潛在聲幅都比較明顯 即是風險也都會低一點 可以去回那個位 好 謝謝Wafi 亦都很多黃小色的電話 那我們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是繼續有問答的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 贏約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電話號碼 2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看看恆子 跌幅收窄了少許 現在跌179點 22546點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